馬上有請 謝主席 馬上有請市長跟朱董事長 好 我們請沈市長 朱董事長 委員好 兩位好 時間關係我就不說客道話了 謝謝 夏天的時候臨時會 我們立法院把核四封存的預算刪掉了5億 那同時又做了決議 以後不可以再編 從明年開始 不可以再編核四封存預算 那今天我看到台電送來的預算書裡面 有所謂的核四資產維護管理費8.5億 那我在總質詢的時候 有請教過院長跟部長 他們那個時候說是為了要去保存 核四的資產所編的費用 那不是封存的費用 我這樣的理解對不對 因為那個核四的機 這個所有的儀器設備 都是全新的 那至少還在我們那邊是一個 列為資產 如果現在放任不管的話 那他就等於就是荒廢了 沒有關係啦 所以我是說是資產維護 對 就沒有封存的問題了 沒有 現在沒有考慮那個問題 只是維護這個 所以我只在確認一下 那你覺得現在 核四啊 現在這些 裡面內部的東西 可以賣多少錢 這個東西就是看有沒有地方可賣的 不是說我們要賣多少錢 有人要買才可以 那如果沒有人要買呢 這我們要 這是一個處理的方式之一 那我說如果沒有人要買呢 那我們也要想辦法要處理 做一些這個善後的工作 那所謂如果沒有人要買 它的價值就是零嗎 也不盡然 有些部分還是可以這個分批的 還可以再應用 所以我才請教你嘛 就是裡面現在的資產 你們大概可以出售多少錢 還是保存下來可以有多少錢 台電有做過評估嗎 因為我們每一個部分的這個資產 看要是這個狀況 那有一些這個可能不容易這個處理的 所以 簡而言之就是台電到目前為止 針對這件事情沒有評估 我這樣的理解對不對 有些評估 但是不是這個非常的 請問那個評估的報告有做好了是不是 我們做了一些比較初步的一些 沒關係今天時間的關係 那會後可不可以麻煩主董事長 把你們的評估內容送一份給我 我們做過了一些事情向您報告一下 可以嘛 好 那為什麼很關心這件事情 我相信成本效益是 我們在花納稅人錢的時候 最基本的觀念 五月的時候你們的林德福發言人說 大概只能當破銅爛鐵來賣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你們發言人講的 所以我才問你可以賣多少錢 到 明年就先不要算了 到今年為止 為了核四的封存也好 維護管理也好 總共花了多少錢 去年還是 沒有 從你們2014開始決定要封存到現在嘛 總共花了多少錢 三十億 三十億有沒有 去年 去年 十一點二十億 那前年呢 前年還 去年才開始第一年封存 然後 今年又花了八點多億嘛 八點五 所以加起來是20億嘛 是 那花了20億 保存這些財產嘛 你的用意良善我都了解 現在我在請教的是成本效益啊 那可以賣多少錢嘛 因為 沒有人啊 會花20億 去保留一些賣出去 當破銅爛鐵賣的東西 董事長 你應該同意我的意思嗎 那如果破銅爛鐵這四個字啊 你覺得太刺耳的話 請你也不要見怪 因為這是你們的發言人 跟媒體講的 所以我現在才請教你啊 董事長 你們按照目前內部 所謂的初步評估 到底可以賣多少錢 所以我想我們回去查了以後 會向我 好沒有關係 你們現在編的細項齁 我大概跟去年的 我一樣一樣對啦 我們到時候 省預算的時候 再來一樣一樣看 每一個必要性 跟它的效益性 我今天可能沒那麼多時間 跟你對細項 但是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說 你們資產處分的計畫還要幾年 也就是說啦齁 我以最大的 呃 信任 你編這8.5億 全部都是必要的 已經勒緊了口袋 沒有一毛錢是浪費的 然後一年要8.5億去保護這些資產 你覺得還要再保護幾年 你們資產才有辦法處分完 我們原來就是三年的計畫 我們希望在三年之前 爭取一些時間 把一些... 所謂三年就是明年第三年嘛 對 也就是明年年底以前 你要把資產處理完 對不對 我們希望能夠找到解決的方案 那... 對嘛 因為你剛剛跟我講說 封存那個事情已經沒有了嘛 就不要再考慮重啟的問題嘛 所以只是現在資產處分的問題嘛 那你資產處分 你如果賣不了什麼錢 一年又編8.5億 你不是跟所有的納稅人在開玩笑嗎 所以我才很關心說 你什麼時候要處分完 那寧格的意思是說 你打算說明年年底以前 想辦法把它處理完嘛 因為我不希望喔 今年8.5億會刪到多少我不知道 你後年的時候又編一個8.5億 所以我要保護這些財產 大後年又編8.5億 這樣沒完沒了 第二個部分啊 我再請教一下董事長喔 就是 你們在 有關於核四預算編列情形說明說 你要保留核四長子土地 供未來電源開發使用 這個是台電目前的計畫嗎 我們當然也希望這個土地 不能夠做核能發電 也將來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用途 你們當初徵收的目的是什麼 做核能發電 那現在這個目的已經不存在了 你們土地還可以繼續 這樣使用嗎 可以從A目的變更成B目的 沒有法規的限制嗎 應該我們也尋求一些 其他法律的這個方式 可以解套的話 什麼其他法律的方式 來 請董事長開示一下 我土地徵收條例看了好幾次 內政部回給你們的函我也看了 董事長說你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在A目的被廢止以後 你要轉做B目的使用 這麼高明的法學見解 來請董事長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是我想我們希望努力 再朝向這個 你要怎麼努力嗎 你現在都講了空話 我現在已經告訴你 A目的被廢止 你要轉做B目的 你馬上就撞到土地徵收條例 我說的應該沒錯吧 土地徵收條例49條50條 以下的規定你們應該都看過 內政部也含付給你們啦 那我現在的問題很簡單 你的計畫是 台電要繼續用轉做未來 電源開發使用 那你要如何努力 你總是要跟大家講個具體的內容 要不然講的不就是空話嗎 因為我印象裡面那個名稱 我是記不大清楚 但是是可以透過一些主管機關的解釋 可以轉做 透過主管機關的解釋 可以變更法律的內容 沒有關係我的時間也到 我要尊重在後面其他委員的時間 朱董事長你可不可以承諾我 會後你要如何努力的具體內容 包括你要如何透過主管機關的解釋 來跨越法律的規定 這麼高明的法律見解 是不是可以用書面 讓我分享一下台電的計畫 我給您報告 好 謝謝 好 盡快給黃委員 好 謝謝 接下來